前面我们在说明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时候 我们说过培根弗兰西斯培根强调归纳 而且他本人给出了归纳的三表法 在他以后不久 另外一个人叫做密尔 以前翻作穆勒 那么进一步丰富了培根的三表法 提出了所谓穆勒或者叫做密尔无法 这个我们在第二讲里边已经提到过了 那么这个五个方法是探求因果关系的方法 那么经常有人会问 说逻辑里面前提和结论是什么关系 前提和结果 前提和结论哪个是原因 哪个是结果 那么我们说逻辑里边的前提和结论的推出关系 同因果关系没有直接的对应 也就是说逻辑的推理 它可以从原因推结果 也可以从结果推原因 所以我们说探求因果关系 可以是由因求果 也可以是由果求因 那么这个所谓探求因果关系的逻辑方法 实际上就是密尔的五个方法 那么下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方法 这个实际上是归纳的方法 第一个叫做求同法 所谓求同法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 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疾病 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新的病叫做埃博拉 很可怕 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 在非洲有很多人得了这个病 而且死亡率很高 那么我们要能够制服这种病 那么首先知道这种病是个什么原因 那么怎么怎么来研究呢 我们就需要来搜集大量的病例 搜集大量的病例 然后在这个里面找 就是这些个病例里边有什么共同的因素 那我们看 比如说 这是这个人 这是他的种种的因素 这个当然ABC是不够的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要研究他的种种 比如他的年龄 他的种族 他的性别 他的职业 他的营养状况 以及比如说他所生活的环境 他饮食的爱好 等等等等 各种方面 他最近到过什么地方 他最近吃过什么东西 等等等等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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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 这个都很多很多 那么这些人 他有个共同的一个方面 就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这种病的患者 然后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某一个原因 就是不是原因 我们能够就是这些病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因素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因素可能和这个有因果关系 当然这个爱博拉这个太复杂了 我们比如说简单一些 比如说某一个这个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企业 比如说某一天 有一部分这个人同时都出现了某种症状 比如说上吐下泄 那么那就要问了 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都会上吐下泄 然后看这些人怎么样 他们这些人 比如说中午都是在食堂吃饭的 那么看这些人怎么样 结果发现这些人他们都吃了某一道菜 那他们其他的不一样啊 有的有的比如说这个这个是年轻的 有的是年老的啊 有的是身体好的 有的是身体弱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这些就出现症状的人呢 他们都出了某一道菜 于是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一道菜 和他们的这些症状有因果关系啊 这个时候就要来啊 有关部门就要来化验这一道菜了 看看是不是跟这个有因果关系 当然呢 这个这里边的这些方法呢 它都不是绝对的 就是说啊 你看有这个共同的因素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隐藏着的 你没有发现的 因为一件事情 你说种种方面 这个种种方面 你你列举的完吗 是列举不完的 那比如说我们说探求某一种病的原因 我们能够想到的 我刚才说了很多的方面 职业啊什么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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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那这个病 它是一种这个 就是说有很长潜伏期的病啊 比方说那有五年前夫妻的病 那么所有这些病人 他在五年前 他都到过某一个地方 或者五年前 他都接触过什么 但是你现在在调查的时候 你可能想不到要调查 所有这些人五年前的情况 你可能想不到 那所以你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啊 可能比如说那那那那 比如我们说这个啊 所有所有这个 出现症状的人 他都是每天吃饭睡觉的啊 那么是不是每天吃饭睡觉 就是出现这个症状的啊 跟这个症状因果关系 而这个显然就不啊 就就可能就就就不一定是了啊 因此这个要尽可能多的了解各个方面 但是我们说再多你不可能穷尽各个方面 所以这种啊这个推理呢 它是豁然的 那么第二种叫做求义法 或者叫做差异法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由有两个呃 对象 那这个呢是这样的 这个呢就没有出现 比如说两个人一个人病了 一个人没有病啊 那么这个人病了 这个人没有病 他们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方面不一样 就是什么啊 他有这个 他呢出现症状了 他没有这个 他没出现症状 所以这个因素和这个有因果关系 那么这个方法呢 它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因为你很难保证 这两个完全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人有症状 那个人没有症状 你怎么保证这两个人 所有的都一样 我们知道最近美国啊 这个呃 把一个宇航员送上天去了 这个人是双胞胎 那呃 他的这个双胞胎的兄弟呢 也是宇航员 这一次呢 就是有关部门啊 特别的安排他们两个人 一个人上天 一个人在地上 那我想大概是要让他们饮食啊 那个那些其他的情况都一样 因为双胞胎啊 对于他们的经历啊 对于他们的这个遗传的因素啊 有极高的这个相似性 那么这样呢 来研究 就是这个在在太空中和在地上 有些什么样的啊 这个啊 就是不同的环境 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做的其实就是这个实验 就这两个人其他方面都一样 但是这个人在太空中 这个人不在太空中 这个人在太空中如果出现的情况 他在地上没有出现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和在太空中就会有啊 因果关系 当然我说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即使双胞胎 他也不见得 就是你很难保证其他的 全都一样 那这个呢 一般的来说呢 只能用在这个实验中 在观察的话 你你你你去找两个对象啊 其他方面都一样 这是很难做到的 那实验中呢 你可以啊 最大限度的力争做到这一点 比如说 我们知道做做 医学做实验用小白鼠 同一天出生的 同一窝的小白鼠 那么当然他们是 最最最大限度的相似 但是仍然不能保证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这这些用这这些个方法呢 它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为了这个解决 就是说 你你很难做到 这个两个对象啊 它其他方面都一样 于是呢 就有了第三种方法 叫做求同和求义并用法 这是怎么样呢 就是用两组 用两组例子 比如说我们还是说那个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病病因啊 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 就是啊 就是了解 就是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 刚才我们举过啊 你用求同法的话 因为你用求同法的话 我们我们啊 刚才我们说过啊 这个比如说 这些人都出现这个症状了 其他都不一样 怎么样呢 这些人都是每天要吃饭睡觉的 那是不是吃饭睡觉 就是这个症状的这个因果关系呢 我们说应该应该是不会的 但是你怎么就保证说 每天吃饭睡觉 不是这个和症状有因果关系呢 那然后我们说你怎么保证这两个其他方面都一样 只有这个不一样呢 我们说这个都很难保证 因此呢 有第三种方法 把这两种方法合起来 叫做什么呢 求同求异并用法 就是说我现在有两组 我现在有两组 一组就是说出现症状的 还是我们继续我们刚才那个例子 一组是出现这个症状的 一组是不出现这个症状的 那么他们其他方面呢 我们不要求全都一样 你看这个是B和C 这个是B和D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人是岁数大的 营养状况差一些的 那个人是岁数大的 但是营养状况呢 是好一些的 那个人是男的 那个是女的 就是说每个人的情况啊 他这个各个方面的千变万化 而且这个各个方面因素很多 我们很难让他们其他方面都一样 但是我们只要有足够多的例子 就是说所有出现症状的人 他其他方面不一样 但是他都到过某个地方 或者接触过某种东西 或者吃了某种东西 所以这个和这个就有可能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组是负的势力 就是另外还有一组 另外还有一组 另外一组呢 也是这个人的情况的五花八门的 这个年龄啊 性别啊 出生的这个营养状况啊 这个职业等等等等啊 居住地啊都不一样 但是呢 这里面他们都没有这个情况 他们呢 也没有这个症状 那么这个就排除我 我们刚才第一个例子里面所说的啊 所有这些人都是吃饭睡觉的啊 每天吃饭睡觉的 那是不是就这样 我们看 不是的啊 这个没有出现的人 他就没有这个啊 没有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现象 那么所以说这个 你不能说他们每天睡觉 吃饭睡 他们每天也吃饭睡觉的啊 所以每天吃饭睡觉可可见 就不能作为这里边的这个啊 怀疑的对象 那是什么呢 仍然是我们刚才说的 比方说 所有这些人啊 因为这个学校里边 或者企业里边啊 这个在食堂就餐的人很多 一部分是出现症状的 一部分是不出现症状的 出现症状的男女老少啊 这个各种情况都有 不出现症状的也是男女老少 各种情况都有 但是出现症状的人 他都吃了这个菜了 没出现症状的人都没有吃过这个菜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更加可以啊 我们更高度的怀疑 这道菜和他们的症状有关系了 那么这个是啊 当然也不绝对 因为也可能这里面隐藏着 更深的这个情况 你不知道的啊 这个你没有注意到的 也很可能 下面一种叫做共变法 就是因为同样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举刚才的例子 同样出现这个症状 那么症状呢 他有重有轻 那么他们其他方面可以一样 但是呢 这个方面呢 他虽然都有这个因素 但是他的程度呢 有所不同 如果这个程度不同 跟这个程度呢 他有一种啊 这个共同的一种啊 比例的关系 比方说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啊 这个症状有的人轻一些 有的人重一些 有的人非常重 他们都是吃了这道菜的啊 冰金轻一些的人 他吃的少 重一些的人 他吃的多啊 这个冰金特别重的人呢 他一个人吃了两份这个菜 哦 那么我们可以更加高度的怀疑说 这道菜和他们的症状 有关系 食物中毒 那么这个呢 叫做共变法 下面第四种叫做圣语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呃 这个用的相对来说 要少一些啊 那么呃 这个逻辑学教科书上呢 举的呢 也很有限的 那么几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说啊 我们观察这个 这个这个天体啊 这个天体 天体运动 我们知道天文学上有公式 是可以算的 可以算得出来的 但是呢 呃 不是那么非常简单 因为它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发一个发一个卫星上去 这个卫星的轨迹 它要受什么呢 它要受地球引力的影响 还要受太阳引力的影响 还要受月球引力的影响 所以呢 它的这个整个的 它的这个啊 这个轨道 各个各个参数呢 它和我们就是啊 跟它有关系的 比如说地球啊 月来月球啊 太阳啊 跟它的距离啊 是等等啊 这个综合起来啊 这个综合因素 使得它有综合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 比如说啊 这个某一个某一个天体 比如说这个理论 理论上计算 它的轨道和实际观测 呃和实际观测的轨道呢 会不不符合 不符合呢 就就一定什么呢 就一定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在这个天体的附近 还有其他的天体 它的引力足够影响到这个天体的这个轨道 那么我们就要把跟它比较近的那个那个天体的这个这个对它的引力 就要考虑进去啊 那么比如说 某一个天体对它的影响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据要算进去 再一个 也算进去 就是说我们所已经知道的 对它有影响的这些个天体 这个对它影响呢 都算 这个都算进去 都算进去 如果啊 这个仍然是 因为这个BCD和BCD 这个我们看已经 已经都已经 都已经算了 都已经这个考虑到了 仍然 和这个计算的结果会不一样 那就说明呢 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区别 那就是这个区别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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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啊 和我们这个呃 理论上的轨道的这个区别 因为我们通过一个一个一个修正啊 通过因为你你原来理论上算出来应该怎么样 现在不符合 我们 跟这个天体对它有影响 进行修正 又发现一个什么 对它修正 再一个对它修正 但是修正以后呢 发现仍然不符合 仍然不符合呢 就是说你这个里边 还有一个什么啊 就是说这个轨道啊 轨道这个计算呢 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这个啊 还有一个差距 那么这个差距呢 就是和另外的一个 比如说天体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这个偏差 这个啊 这个啊 就是啊 轨道 现在理论和实际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偏差呢 一定是和某一个我们已知或者未知的这个天体 有因果关系 而且你可以去计算 如果有的话 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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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应该是在什么位置 是啊 这个怎么样的啊 可以计算出来啊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叫做所谓圣语法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前面提到过的就是密尔的五个方法 那么现在啊 虽然这个啊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演绎已经发展到很高的这个水平了啊 这个人类能够做的演绎 原则上 这个逻辑上呢 都可以给他啊 这个显示出来 都可以写出他的这个有效推理形式 但是归纳呢 还这个啊 离得很远 就是现在在这个逻辑学教科书上能够拿出来 让大家可以来啊 平时可以来使用的 基本上呢 还只是这一些啊 好 那么呃 关于这个求英国的这个五法啊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